观众朋友大家好 关心你我家园 欢迎收看8月31号星期三的大台中新闻 为了厘清空气问题对于人体健康的实质影响 台中市政府启动污染物调查计划 一共投入4600多万元 计划时间长达三年 针对厚里西屯大雅以及港区 搜集环境背景资料 并且进行污染物的调查 同时也大量增加检测的项目 希望能作为加强管理的依据 替民众的健康把关 台中市政府环保局从105年起到107年 进行为期三年的计划 将锁定中科与火力发电厂等可能污染源周遭的8个区 搜集历年空污数据 与当地居民健康资料进行比对 并进行大气扩散模拟 为了让民众更了解计划执行内容 这天市府到厚里区向当地民众进行说明 现在一个月20几天 我要呼吸的话 驾驾 我这个心脏好像是 主动的立心器了 不要说一直调查一直调查 调查出来哪一个地方所传染的污染 就马上要解决 如果没有调查 我们要去说服政府当地也好 或者是要说服厂商也好 其实都没有根据 因为我们很多必须要由资料来说话 所以我们当然会希望说资料能够收集完备 那这一次我们是希望能够厘清空气 可能我们哪些地方没有管理到 我们如果透过整个调查分析完以后 发现到有自来物质或者是自来风险的一个污染物的时候 我们可以请中央主管机关去订定相关的一个管制标准 来做加强管理的一个动作 这次的长期计划一年花费4600万 将从台中市空污基金中提拨 其中一个项目就是腌道检测 市府表示以往因为经费问题 多半只针对单一污染源测验 这次大量增加检测项目 判调查结果能够更加全面 但也有地方民众认为 若成等非腌道污染物也应该加入检测之中 这个计划比较特殊的就是 一个烟道就包括所有这些常做的项目 然后另外包括比较特殊的就是 三加森 五加森 六加森 这个都还难检测的项目 但是这些是对人体有实质上影响的项目 都把它拿进来 露天人堆是像霍兴以前 我们所知道它只是铁穴 可能住在附近 就会影响到他们有一些落成上面 会影响到民众的身体健康 也没有其他的方案 可以来协助来建立这样子的 益善的一个资料 环保局表示 希望透过三年的调查成果 能作为往后中央主管机关 加强标准的依据 一同为民众的健康把关 记者李云轩台中场报道